近日,中国突然向全球公开宣布 耗时八年,乍穿秦陵九十八公里山脉 长江与黄河正式合并在一起 此消息已经发布后 亿万国人沸腾,全部激动流泪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此项超级工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又一个史诗级条水工程正式开建 这次是要打穿秦陵九十八公里横断山脉 将长江水源引入到黄河 这就是我国著名的尹汉机位工程 尹汉机位工程是南水北调中最重要的一环 此项工程的实施将会彻底改变 我国西北地区的用水资源 众所周知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地域有南北之分 受制于地形和气候的原因 水资源却分布得极不平衡 而陕西是中国最为缺水的省份之一 此前陕西北部的居民常见开采地下水源 导致很多地面出现塌陷 为了能够改变当地居民的缺水问题 于是中国提出了尹汉机位工程 在2016年尹汉机位工程得到国家批复 尹汉机位总体结构就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一是吊水 二是输配水工程 前期的调水工程的总投资为200亿 建成之后每年可达到20亿立方米的输水量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工程师耗时八年 终于将秦岭隧道打通 让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流入到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中 此过程也标志着长江和黄河江在秦岭这里正式接通 前期调水工程的总投资是达到了191亿元 据悉秦岭输水隧道预期强度是每秒70立方米的输水流量 而尹汉机位建成后更是能达到每年的输水量20亿立方米 2022年秦岭隧道南段已经正式贯通了 而根据目前的工程进度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全线贯通 2025年西安就能喝上汉江水 而随着尹汉机位工程的全面建设竣工 西安 咸阳等地级沿卫和两岸的用水问题都将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据媒体报道 尹汉机位工程在2016年底这一工程正式开始施工 但在施工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秦岭山脉底部打通饮水隧道 汉江和渭河之间相隔着秦岭山脉 秦岭隧道全长将达到90多公里 虽然它的建设标准不如公路或铁路隧道那样高 但为了保证稳定性 中国还是使用了大量全新技术 刀过从山顶向山脚挖掘竖井安装施工材料 进行多点同时施工 研发专用顿购机进行机械施工等等 如今秦岭隧道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配合其他早期完工的工程开始向西安供水 有效缓解了西安等大城市的缺水情况 而2025年工程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输水量会翻倍到每年10亿立方米 2030年工程全面进工后 整个工程的年输水量将达到15亿立方米 基本解决整个陕西的缺水情况 而就在施工之前 中国工程师就表示 此项工程的难度堪称史事级 要让长江与黄河实现接通 那么首先就得凿穿秦岭山脉 我们都熟知 秦岭属于中国南北地区的分国县 并且还属于中国生态重担保护区域 这里山大沟深 地质环境复杂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中国工程师并没有退缩 他们依然顶着困难前行 去政府面前这座危额的秦岭山 我国的基建历史上 找不出任何隧道饮水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 秦岭地区山脉众多 环境复杂 而众多自然现象给工程师带来众多困扰 比如就在爆破秦岭南段山脉之时 隧道内就出现了大量的泳水 为了能够排出水源 工程团队调来了四台抽水机 足足用了两天时间 才将隧道内的泳水抽干 并且在对隧道进行爆破的时候 为了不伤及人员 工程师都是头戴钢柜来进行 在面对塌方和泳水的情况下 我国工程师依然出色地完成任务 为下一段的隐汉机位工程 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隐汉机位工程是由秦岭书水隧道 黄金峡水利枢牛 以及三河口水利枢牛组成 而此工程最难的就是对秦岭隧道的挖掘 数据显示出 秦岭书水隧洞的长度达到了98公里 最大买身为2000米 可以称得上是全球最深的输水隧洞了 而就在施工过程是 中国工程师发现秦岭内部结构复杂 山体岩石更加坚固 普通的施工设备根本无法将其挖掘 为了能够克服这一问题 中国直接将顿购机运送到秦岭内部 秦岭隧道中的大部分岩石环境 也让顿购机的绝境力可以达到1.7万千牛 除此之外 在施工过程中 秦岭山体内部频频发生岩暴 渗水 塔坊等众多危险事故 为了防止岩暴对身体造成伤害 中国工程师甚至都穿上防弹衣 而值得人敬佩的是 为了能够让陕西地区的人民 能够早日喝上汗浆水 工程师更是轮流施工 24小时不停歇 其次 秦岭隧道内部的施工环境 对工程师来说也一个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地下水的喷涌 地热让施工人员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就在此种条件下 工程师们依然选择坚守岗位 并且做到了零伤亡 对于这样大的工程 它的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不算前期的准备 为了完成这一项目 我们就耗费了十年多的时间 这才打通了秦岭山脉 成功地将二十亿方长江水引入黄河 而如果算上前期勘测的时间话 这个项目耗时更是长达二十多年 那此时可能会有人问到 中国为何要斥资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非得要修建此项工程呢 一直以来我国的水资源分布的极为不平衡 从地域上来讲 南方地区与水充沛 而西北地区却极为干旱 而陕西省更是我国的缺水大省 尤其是在陕北地区 可以引用的水资源几乎很少 大多数农民还引用的是地下水 农民挖的水井多了 进而也会造成地面塌陷 进而带来的后果不敢设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我国提出了引汉机位工程 待此工程正式完工之后 陕西地区的饮水问题 也会得到进一步缓解 历经艰难险阻 终于在2022年中国工程师 打通了秦岭段输水隧洞 至此汉江水源也正式流到了渭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总共耗费了八年时间 并且引汉机位工程也创造了多个世界记录 分别是深埋超长世界第一 和世界上单体最长的隧道 但引汉机位工程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 还希望该项目的建成海可以汇集黄河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所以在此前黄河水量紧张时 渭河的供水情况也很不乐观 而汉江作为长江最大的支流 水量非常充沛 将这里多余的水量调往渭河 不仅能帮助缓解渭河沿线的水源锦缺局面 这些水最终还将汇入黄河 帮助提升黄河的水量 也就是说 最终引汉机位工程将会和南水北调一样 为改善中国北方的缺水局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从表面上看 建设这一工程不会让中国获得任何直接的经济利益 但是从长远来说 这一工程和其他调水工程一样 都会为缺水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经济利益 西方国家几乎不会主动建设这一工程 也只有中国这样重视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 才会想出这样的计划 并付诸实践 让世界赞叹 出发点决定终点 说的就是这样 预计到2025年 西安当地的居民就完全可以喝上汉江水源 而随着引汉机位工程的全面建设 陕西咸阳 卫南 宝基等地区的用水难体也能够得到缓解 陕西地区农业也可以得到充足的灌溉 经济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从长远来看 引汉机位无愧于是一项工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超级工程 相信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 未来我们一定还能够看到更多的惠民工程出现的我们生活中 再看到中国为解决陕西缺水的努力后 很多国际上的专家都感叹 只有像中国这样有技术 有财力又有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决心的大国 才有能力完成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 实际上支撑中国完成这些大规模基建工程的 最主要力量就是为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决心 毕竟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 这些基建工程绝大多数都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只有在工程建成好几年后才会有间接的社会效益显现 而西方国家在建设基建工程时大多 皆只看重直接经济效益 并不看重间接效益 因此即使一些工程对国家和全社会都有重大意义 西方国家也不会主动修建 这就是中国基建与西方最主要的差别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